记者方惠宗台北报道,金钟奖迷你聚集是地庄凯勋出未人赴,今日出席万宝龙1858系列万表上市活动,被问及即将满月新生儿Mars,他以电影《星际效应》里的台词《父母永远都是孩子的鬼》倒出心境,孩子一旦生,我们就成了他们的鬼。 一指自己未来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影响孩子,或是自己在孩子心中的模样,吐露心中想的是如何为孩子当一个很棒的鬼。 庄凯勋以户外运动造型现身帅气攀岩,重现万宝龙1858系列元,于山越探险世界的设计主轴与精神。 该系列重新全市立鼠半宝龙的Mindover表场,于1920年代和1930年代所制作的怀表与即时系,透过现代设计线现显昔日精神,传达回归自然与探险的风潮。 庄凯勋表示欣赏1858系列的历史灵感与传承精神,他说,这些特点对于当父亲的自己是另一种魅力,希望孩子大了之后,有个父亲给的礼物,将万表视为视为传承之物。 万宝龙1858系列万表上市,庄凯勋。 记者胡顺祥社,万宝龙1858系列万表上市,庄凯勋。 记者胡顺祥社,万宝龙1858系列万表上市,庄凯勋以户外运动造型现身帅气攀岩。 记者胡顺祥社。 记者胡顺祥社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